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的中文系列节目 Molo和你一起读书第三期 本期为大家推荐的书的名字是 这个时候要说谢谢 这是一本期温暖又充满实用性的韩戏绘本 书中通过13个跟孩子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景 向孩子们展示了如何对身边的一切 表达感谢,心存感恩 谢谢奶牛为我们提供香甜的牛奶 谢谢母鸡为我们带来有营养的鸡蛋 谢谢每天陪伴我一起成长的各种玩具 各种书籍 谢谢警察叔叔为我们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 谢谢消防员叔叔冲锋陷阵 不惧危险,挽救宝贵的生命 谢谢农民伯伯不辞辛劳 为我们提供粮食和蔬菜 感谢阳光 也感谢雨露 感谢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可以体会的一切 更要感谢爸爸妈妈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感谢家人给我们的关爱和照料 通过这本书,孩子们能更加用心地去体会自己与周围的人和事的联系 让孩子们感受到自己健康快乐的生活 离不开各行各业的人的努力 更离不开父母与家人一点一滴的关爱 幼儿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要让孩子们获得智力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对孩子们进行友爱、礼貌、诚实、勇敢、坚韧等良好的品德教育 帮助孩子们成为一个关爱家人、关爱社会的、有道德、有良知的好孩子 在盟式教育中,老师除了在语言、感官和术写领域对孩子进行支持 我们也为孩子提供专门的礼仪和礼貌课程 在英文中,我们叫做Grease and Courtesy License 这部分课程我们通常会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行为举止类 比如当你在公众场合打喷嚏的时候怎么办 如何向别人礼貌的表达拒绝和感谢 如何适宜的表达想要和其他人一起玩耍等等 第二类是在教室中的常规规范 比如如何在教室中走路 如何获得老师的注意 如何拿起和放下教室中的教具等等 第三类是如何解决冲突 比如当别人给你起外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当别人抢了你的玩具 甚至伤害了你 你该做何反应等等 老师会为孩子们亲自做展示 并且随时随地的为他们提供适宜的课程 除了这本书 这套韩戏绘本还有其他的两本 一本叫做 这个时候要说对不起 另一本叫做 这个时候要说危险 也都是趣味性和使用性兼顾的好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 可以通过关注视频下方的 MyDirpanda 我亲爱的熊猫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的中文绘本的最新资讯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